张晓明下场很惨,他为面子曾请求平调却无人收留张晓明去年历称林郑月娥纸报治乱,中落的降职下场。 图为两人2017年于中联办会面。 张晓明终要为反送中风波问责,由港澳办主任降职为港澳办副主任,张离开大学后即加入港澳办。 可说整个公职生涯也是从事港澳工作,出任港澳办主任更被视为其事业高峰。 有传张曾为保面子想平调其他职位,但因无人收留。 最终仍洛德顿东姑编者,粤语俗语,意为被降职,下场。 张晓明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完成法学硕士课程,即加入港澳办,之后一直从事港澳工作。 更有人形容他是港澳办前主任廖辉弃载。 但亦令张完全没任何其他范畴经验,有传他自知卯的流低。 曾想平调其他部委或地方职位,但他只有港澳工作经验,结果没法转岗。 只能降职留任港澳办副主任,协助新主任夏宝龙。 立场极左曾发表特首超然论有曾与张交手政界中人形容他立场极左。 指张申明中共官场宁左勿又时毛死生存之道。 2012年张调任中联办主任时回应西环治港之说,曾以西环要尽职将中联办插手香港事务合理化。 2014年张回应战中,曾举起右手并用食指指向天说,太阳照常升起。 完全漠视民意,2015年出席基本法研讨会。 更扬言特首地位超然于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。 被批想摧毁香港司法独立。 宋众恶法争议中,张也多次开枪力称修立事必要、适当、合理及合法,又指处理争议时要尊重一致。 又亲自南下深圳会见全体港区人大同政协,提出香港要止暴治乱。 史言力称特首林郑月娥和警队,引发于半年反送中抗争。 更令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,张任内另一出为争议。 就是任中联办主任十多次为民间联筹款,单是他捐出的俊成万里书法。 由世贸房地产主席许荣贸以1380万元投得。 当现唱议曲赶问路在何方议为民间联筹得1100万元,事后被批有利益输送之嫌。